清潔隊一早出動 加強勾取尋清作業 避免又淹大水 要在颱風來襲之前 確保排水暢通 大型吊車也出動 撤離碼頭引橋 就怕水位暴漲 河濱作業也不敢大意 今年第一個發布路徑的颱風 直撲北臺灣而來 行政院長卓榮泰 坐鎮災害應變中心 連線各縣市首長 督促防臺準備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有所經驗 也希望能夠即時的 明確的 而且能夠考慮周延的 颱風架放不放 看看最新各縣市 未來受七級暴風圈 侵襲機率 包括北北基桃 加上宜蘭都高達99% 新竹花蓮 幾乎是苗里以北縣市 也都破九成 明天24號開始 我們七級暴風圈 就會從東北角 進到本區 那中外本區以後 就會帶來豪大雨 甚至在通過本區的時候 北海岸大概一估 有十二到十四級的陣風 颱風未來一天 會先以偏北方向前進 隨後轉為偏西北方向 暴風圈預計週三 會涵蓋到臺灣東半部海面 落在基隆北海岸通過 陣風可能達到十級 十一級左右 若先抵達陸地 才抵達臺北市 平地陣風將達八到九級 侍逢大潮加上颱風 基隆沿岸更需 沿陣以待 我們基隆加以下雨 有一些地區就會有一些淹水 那公共處也預作了抽水機的規劃 那我今天下午也會去 再去視察一些抽水機的一個 實際的運作的一個準備的情況 颱風路徑些微調整 風勢雨勢都會有所變化 颱風架放雨不放 北北基陶預估今晚八點統一宣布 才能希望留意可不去 台北層部到